是没有大碍 那么另外一个现场来关心的是苗栗的公馆 有一处的平房发生了火警 警销人员来抢救 所幸火势也不大 但是奇怪的是 屋主呢居然在失火的同时 躺在屋顶上面晒太阳 行径是相当的诡异 情况如何 连线请周宜德带我们来关心 宜德 好 主播各位观众 苗栗县公馆项目一处民宅发生了大火 结果没想到消防员赶到救火时呢 竟然发现了屋主疑似是一名烟毒犯吸了毒 神志不清的竟然躺在屋顶上晒太阳 大做日光浴 消防员赶到以后实在傻眼 那询问这名这个屋主的时候呢 他还大言不惭的认为说 他有可能呢就是这个民宗伙伴 我们来听听看稍早这张访问 我怎么烧起来了 不要为什么啦 你最大嫌疑啦 个人作业个人扛啦 这样就好了啦 我们可以听到呢 男子坦诚呢 可能呢就是他不小心纵火的 不过消防员呢 还是请了这个远警呢 带他一并回到派助所征讯 也让现场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换给朋友们 好 我们谢谢依德的连线报道 你可以看到这屋主的行为 真的是蛮奇怪的